那為什麼在馬英九民調怕往下掉的時候 你可以做頭版頭條 當馬英九的滿意度回升的時候 你就不見了呢 就你的選擇是不是因為你的立場 而不是因為這個訊息 所以民調數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馬英九只有滿意度下降叫新聞 馬英九的滿意度如果上升的話就不是新聞 這就是你自由時報的立場嗎 對啊 但是因為自由時報他說他也不是不登 他是因為當日高級 等一下 如果說是頭版頭條就不會高級了 請注意 對啊 但是過去眼見只要登 就蔡英文比馬英九高 自由時報都會登 而且登很大 你看這是 上次不相上下 所以沒有登很大 不相上下 5月 5月時上 然後你可以看到馬英九也不相上下 所以是5月13 不相上下就登了這樣 那如果是馬英九有比較負面的 馬英九的在眼見的民調裡面馬團隊是不及格 但當天搞不及啊 搞不及 都不及啊 因為對馬英九有那個嘛 對不對 所以他只要是對馬英九不利的 你看 眼見最新信任指數 蔡英文49.5 馬英九46 搞都不及了 你看 你就可以看 這都是過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董哥 你留那麼多報紙幹什麼 真的 我對民調很有興趣 我都平常都在 我都在研究民調 你看不出來 自由的民調很有興趣 對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他平常搞不及 馬上久的民調高了以後就變成比較急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剛剛輝文說啊 他們有個中央廚房啊 提供給特定媒體 如果你每天每餐都吃三明治 那一定是營養不良啦 那我們觀看媒體應該要多元的普遍的看 但我現在看台灣這些媒體 我非常難過一件事情 我們以前聽過一首歌叫什麼 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 烏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 我們常常提到一個比較威權的社會 會有政府來控制媒體 讓民眾看不見 讓民眾聽不到 可是台灣現在這個啊 不是他綠啊 是自綠啊 這可怕 這兩個字又在這多奇怪 本來應該是別人不讓你看啊 但現在呢 在台灣因為藍綠對立 你看這個綠軍的這一塊 他們經常是媒體只報對自己有利的消息 民眾也只看對自己有利的消息 所以某種程度三明治變成官方通訊社 只有我官方通訊社報導的消息 才是你需要知道的消息 才是你需要相信的消息 所以他的民眾也就跟著只相信這些消息 才會出現自由時報寫社論的人 他並不知道別的媒體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不需要知道 他只需要每天吃三明治 他就覺得很營養了 我覺得台灣如果再這樣下去啊 包括我們節目的很多觀眾 我也建議你轉到旁邊去看一下 看看別人在講什麼 看看到底誰在講理 不要一下子一句話講下去 你們有的節目是藍 有的節目是綠 你至少比較一下它的程度 每個節目的做法 包括有很多大陸的旅客來台灣 我也說不要只看56喔 他們常常會說 你們2100罵得好啊 我說等一下 轉到別台看一下 你就會知道台灣有這樣的事 那我也希望看那些 當然他們不見得會轉過來啦 但如果你只看一種媒體 你真的是汙上了耳朵 蒙上了眼睛 你只看到一部分 但他們有些民眾是自己選擇要這樣 讓自己活得更快樂一點 不過這樣子再持續下去 台灣市場藍綠對立會更嚴重 對啊 其實你可以看到 在利盈很多朋友眼中 在蔡英文眼中 很多媒體都配合國民黨 自主法實在不應該登這一類新聞 你看 吳葵施政民眾 評價都互變 既然引用TVBS跟眼見 蛤?TVBS的民調 是啊 是啊 只要對馬無事有互變的 就趕快引用趕快等 我插句話 前天你也公布TVBS的民調 有沒有啊 有沒有等 因為他贏啊 馬航九贏5啊 對啊 所以也沒有等 又搞急 對 又搞急嘛 馬航九在TVBS民調贏5% 眼見在馬航九跟蔡英文民調贏4.9% 通通不登 如果有負面就登 就是是不是給人家這種感覺 這個其實對一個媒體來講 人家難免會這樣質疑你 所以當自由時報說 因為當天搞急 並未處理眼見民調 那當然 別人就會打了很多問號 對 董哥我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搞急那是我們在開玩笑 不會有搞急的問題 對 在報社裡面都會有人負責分稿 或是要總分稿 那個人就決定說 哪個稿子上頭版 哪個稿子上二版 哪個稿子上三版頭 都已經決定 那邊還會都決定了 所以要不要登 不是搞急的問題 任何稿子都可以拉下來 任何稿子都可以拉下來 說我今天就要把它做大 或是做一個板 那個都是固定 只有板面側 對 只有要不要做而已 所以我覺得剛剛子強老師講的 我很同意 就是部分媒體 那個藍的綠的都有 我們很公平的講 會自己投射 上面可能有交代 這個目前誰誰誰的選情比較危急 那我趕快來幫他輔選一下 只要偏藍的我就通通講好 或是偏綠的我通通講好 我舉個例子 昨天董哥也有提到過 就這個新聞上頭版頭 我們有很多大專院校 包括子強老師是在學校教書 很多大專院校的同學跟老師 都在看我們節目 這個新聞應不應該上頭版頭 這是新聞判斷還是政治判斷 這個不是新聞判斷 一個蘇俊斌下去跟許淀斌下去 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這如果是我 300次就解決了 頂過800次好不好 這怎麼放都放不到頭版頭 還掛蘇俊斌的照片 這樣公平嗎 這樣對許淀斌 習淀財也有啦 習淀財照片在幫忙 我說這樣處理公平嗎 那明天是不是應該換鄭立文 還是換前衛卷 我不是 我不能 我不會這樣去立功 所以我呼應子強老師講就是說 藍的大家看看 當然你要轉回來 綠的你也要看看 他們在幹什麼 然後最後你會判斷出誰比較理性 沒有 你就要做比考 沒有百分之百公正的 那相對公正的是什麼 相對公平的是什麼 我覺得既就要有幾個原則出來 對啊 其實因為媒體 過去曾經洪秀柱在立法院點名過 就是三明治媒體 那三明治當然主要是指這三分媒體 可是你發現喔 就是說現在馬辦好像有一些動作了 就是說對於很多媒體 他過去可能覺得說我不要跟你 跟你互相在那邊放話或喊話 或者要求你更正 因為你也不會理我 我要求你更正 你也不會理我 就這樣 但是 眼見 那一份沒有做 只有什麼發言人他講 他當天搞底沒有處理眼見新聞 只有今天喔 因為有讀者投書 表達眼見民調當中 馬英文 馬英九跟蔡英文其實各有輸贏 就是這個標題就是眼見是偏見 眼見過去從巴巴水災以後 做馬英九跟蔡英文的民調 大概有九成都是蔡英文高過馬英九 對 那時候都沒有人講說眼見 眼見的那個是配合國民黨再怎麼操作 那時候就沒有 現在眼見做了 上個月兩個人不相上下 剛剛自由時報那一份大家看到 這個馬上就贏了蔡英文 就不登了 就不見了 就變成隱藏版了 文家 所以很好笑 剛才自由時報蘇宇輝說搞急 我覺得是腦急 腦子太急 因為腦筋已經被特定的 所謂媒體偏食跟政治偏見把它佔滿了 所以是腦筋擁擠才是真相 所以搞子太急 那只不過是一個呼嚨的說法而已 我想每一個媒體 我都尊重它可以有它的意識形態的選擇 但是意識形態的說服力 我長期相信 它必須建立在每次報導的公信力的基礎之上 你說沒有公信力 你就沒有意識形態的說服力 那麼報導的公信力就是在公平的平衡 跟客觀的判斷上面 只要你做到 你要主張什麼 我都尊重 但是很顯然的自由時報 在相對有關於馬總統或是蔡主席的民調上面 它是長期的偏食也偏執 我覺得這個部分 它欠缺一個媒體應該有的公正性 回來檢討自己 做一個評論者 我們不能變成全力的拉拉隊 幫有權力的人 那我想說你們是不是幫馬總統當拉拉隊 我覺得在在野的也在幫 未來可能當總統也在幫他當拉拉隊 拉拉隊不是說只幫在朝的 他不是在於說有沒有執政權 而是在於說你敢不敢去挑戰他的正當性 我在這邊 或者我們很多朋友在這邊 馬總統 蔡主席 我們都敢挑戰你 同時媒體你也不能變成文宣的康樂隊 永遠什麼 報喜不報憂 媒體的品質決定 某種程度決定了政治的品質 看到台灣的媒體品質 難怪我們的政治品質 還差人家一大棘 對啊 其實文家 他是一個媒體受害者 真的 過去就被 對他們一份偏利的媒體一直攻擊 攻擊得很不堪 我憑良心講 看得大家都覺得很不忍 因為我們是認識他的 但是為什麼每次選舉都會有這些 從過去的什麼非常光碟 或者到後來的哪一些東西 其實他都是 是當作一個文宣 好 那你可以講說那些 那些文宣 至少他不能 不是議會媒體 但是自由時報 民視或善意 是被人家至少認為是個媒體 政府有登記的 那今天被馬辦 這樣質疑的話 其實也算是一個傷害吧 一個媒體如果作為政黨或某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拉拉隊 我覺得還算勉強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作為一個跟政治上面的利益交換者 那我覺得就等而下之 如果只把自由時報三明治當成是拉拉隊而已 我覺得是台舉的三明治了 大家想想看嘛 有台一個主持人 本來極極無名 他難道只是個拉拉隊嗎 難道沒有命義交換嗎 因為幫某一個政黨 幫民進黨 吹噓 可以拉台 而且不計是非 不論黑白的拉台 到最後 可以在民進黨執政的八年內 可以得到許許多多政府的補助 甚至得到許許多多國營事業的廣告 做廣告的代言人 那一個廣告代言人就幾百萬就進帳了 可以變成一個百萬富翁 可以億萬富翁 你覺得這樣的是不是更等而下之呢 好 那以自由時報來說好了 你的創辦人林榮山在幹什麼事 你林榮山如果說政府真的要嚴格查你 你林榮山有太多的問題出來嘛 可是你怕啊 所以你必須拍某一個媒體的馬屁啊 某一個政黨的馬屁啊 所以你要跟政黨做結合啊 跟某一個政治意識形態做結合啊 還有三立 三立的老闆林昆海是什麼人 三立的老闆林昆海是擺明了 我就要爭取民進黨的不分區 我就跟民進黨走在一塊 我就是標標準準的謝長廷謝系人馬 尤其在南部 擺得那麼樣的清楚 你想想看一個媒體的負責人 一個媒體還是管新聞台的負責人 你公然的就做一個政黨裡面的打手 你就一個政黨裡面 派系裡面的一份子 這叫做媒體嘛 所以今天我必須 為什麼要把這些東西都講出來 你三民治裡面有太多太多的問題嘛 民事一樣嘛 比蔡頭龍的問題 蔡頭龍是掌控民事 你蔡頭龍就是 這一次要爭取民進黨 繼續成為不分區裡面的積極分子啊 那你說這樣叫媒體嗎 對 其實因為媒體